元大保华综合经济研究院上修了经济成长率 显示全球经济已经有稍微的好转 也带动台湾景气复苏的迹象 那么台湾景气究竟会不会出现U型复苏 我们今天的焦点纵横为您探讨 吴教授您好 您好 美国经济在成长失业率也下滑到8%以下 整体看来全球景气有增温的动能 那么对于央行总裁彭怀南说 今年台湾景气将U型复苏 请教老师您怎么看 台湾经济当然我们是海岛经济 这个大家都晓得 所以国际贸易是非常重要 我们以国际市场当我们最重要的市场 所以别的国家 然后全球经济好 对台湾的经济当然是正面的影响 跟我们贸易最有关系的 其实从以前到现在 美国原来都是最重要的 因为我们的出口到美国 以前都是相对的比较多 从中国经济兴起了以后 逐渐的美国就变成第二的 中国就变成主要的 可是不要忘记 中国的这样种经济 也是靠美国的这样种经济来的 所以美国这个经济好坏 对台湾经济都是非常重要的 现在全球经济在今年好像 似乎是有一些缓慢的这种复苏 美国还是一个领头羊 美国这个经济到底是不是 真的是复苏的那么样的好 大家多用一个十元率 然后一个是经济成长率来看 不管是十元率还是经济成长率 表现的是比这个大概预期的都稍微好一点 可是它会不会是一个转战的这样种现象 会不会是真的是持续下去 因为我们都知道 美国经济是所谓起来 一个很重要的刺激因素 就是所谓的QE 或是量化宽深 或是所谓的印钞票 最近联主任的这样种主席 然后在谈话当中 其实似乎是看到这个经济 好像往上再起 然后就想要把这个QE退场 可是还是不敢 所以美国经济是不是那么样稳定 那对台湾经济当然是非常重要 那台湾的这个经济 其实我们已经说过好几次了 那现在一些总体的这种指标 其实是炸卵还函 好像看得好 可是又好像又看坏 因为二月的时候 然后一些指标又往下 可是不要忘记 二月就是我们的春节了 所以它的这个季节因素 我们就看一二月 似乎还不错了 就是说至少这个持平 所以台湾经济其实现在 是不是到谷底了 那大家这个还是众说纷纭 会不会这个谷底 然后有一很长的时间 即使到谷底 到谷底的这时间会有多长 然后再来一次复苏 复苏会不会很快 我想说U型的这个复苏 我个人不是那么样的认同 但是是不是现在已经 真的是寒冬已经过去了 这个倒是有一些眉目 不过我们还是审慎乐观 那也不要太过于这个乐观了 那可是我们民众 我们还是要有信心 然后怎么样去 那看到我们的困难点是哪里 我们的困境哪里 怎么去克服 我想这个最重要 还是政府的角色 应该要去调整 我们是要丰难的 然后我们的困境 我们还是要丰难的 我们可以把这个困境